Hello 大家好 由於太多觀眾找我 說想我拍一條大陸夜場怎樣認識女生的分享片 所以我就拍了這條片 首先大家要了解大陸的女生 其實是甚麼工作或生活環境 大家是會容易溝通到她們多些 首先我要說一下大陸女生的工作環境 很多大陸女生其實都會做一些辦公室 工廠 或者是手機鐵幕 做銷售師之類的工作 她們普遍工作有分單休和雙休 單休是每個星期可以休息一天 而雙休是每個星期可以休息兩天 雖然勞工法例是這樣的規定 但以我認識的大陸女生 有一部份人一個月只可以休息兩至四天 甚至是更少的時間 而她們的普遍工資大部份都是六千五至一萬元左右 大家就當她們平均是七八千元左右一個月 大家了解完大陸女生的背景後 大家如果到深圳夜場就會更容易認識到她們 我有幾個重點想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就是深圳女生普遍工作都是做一些辦公室 工廠或推銷員之類的 大家要知道這些工作並不是太容易結識異性的朋友 所以很多時大陸女生趁著第二天放假的機會 就會去夜場認識其他的男生 認識異性 相對來說深圳的女生是非常容易溝通的 同時深圳的女生對於一些陌生的男人 其實是有一些抗拒的 一開始我進去其實我都是抱著一些聽歌 或者自己享受一下場的氣氛進去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男生會帶著蘭桂方那種心塔進去 我想打卡両我想發生夜情我想搏夜 即是她會帶著這些心情進去 其實你的能量會感受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會感覺到你是一個很舊功的人 所以我每次都不會帶著這些期望進去 我每次入職時都想聽聽歌 看看有沒有對的朋友認識一下 還有想喝酒輕鬆一下 剛巧那天我下職時看到一個女生 就OK的 不是太差 之後我看了她兩眼 然後我沒有聊她說話 然後她也有看著我 眼神接觸下職是非常重要 你見到她看著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她 大家可能離遠一段距離 你看她看她看你 交流一下一會兒 你不需要那麼快聊她說話 這些就是所謂的部署 你部署了可能10分鐘 20分鐘左右 你就開始可以走近一點她 等她一路跳舞 可能有一點身體接觸 之後你就可以加她 Vchat 我想說大家的Vchat和IG 其實都是一樣的用途 可能是自己平時去玩 或者去旅行的東西 即是全部的東西都可能有鋪排 或者拍照 拍得漂亮少少 有自己的個人味道 多一個不認識你的陌生女生 如果看到你的Vchat 真的多姿多彩 才對你有機會產生興趣 大家有眼神接觸之後 就可以加Vchat 加了Vchat 其實代表她 對你一定有少少的興趣 才會讓她加Vchat 因為深圳的女生 普遍來說 會比蘭桂方的女生 保守很多 因為她們下去的目的 不是打卡 兩天不是發生惹情 她們下去的目的 純粹打算是 看看會不會認識到 一些合眼圓的異性朋友 所以如果她給你加個Vchat 她怎麼都會對你有少少興趣 怎樣帶起這些話題 其實我上一集 在蘭桂方那集 都講得很清楚 都是要看她的Vchat 看看有些什麼 可以跟她引起共同的話題 例如她有去旅行 你就跟她談旅行 例如她有負責自己看電影 你就跟她談看電影 例如她喜歡吃東西 你就跟她談吃東西 聊這些表面的東西 你可能分享你日常生活的東西 看她會不會跟你分享她日常生活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當你談了兩三四天 你要看那個女生對你的態度 是不是很熱情 如果她對你真的很熱情 你可能會發一些食物給她 你說很好吃 下次試一下帶你去吃 然後你又發電影給她 這套好像挺好看 有機會一起去看 試探 她有什麼反應 你是要不停地試探再試探 她說OK 好 她不抗拒你的話 你基本上談多一至兩天 你再發電影給她看的時候 這套我很想看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 基本上你都可以約她出來去看 或者她不喜歡看電影 你就問一問她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 可能她平時說喜歡去溜冰 然後你又上網找溜冰資料 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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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基本上你都可以約到她 如果她對你有興趣的話 現在來到親身經歷分享環節 話說前幾個星期 我就在深圳 我介紹大家去那個新的Club 認識了一個深圳的女生 我加了WeChat 跟她談了兩三天左右 就已經約了她出來 那個女生其實是擔憂的 還有她工作時數都比較長 她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十至十一個小時 因為老闆經常叫她OT 但老實說你約人都是看自己沒有心 有心的話就算你晚上也會去找她 有一天我晚上趁她下班的時候 就去找她 Hello 大家好 我又在深圳 現在我在赤灣站 話說我上個星期 就落級認識了一個大陸的女生 今天就約了她外出外吃飯 我現在就去她下班附近等她 等她一起去吃飯 過了赤灣站找她之後 其實我發現她住的地方挺遠 在保安區那裡 基本上我在福田口岸乘車去保安區 都差不多要一個小時才可以到 因為她住得比較遠的關係 我免得叫她去福田口岸找我 那麼累 我就去了保安區那邊找她 然後我們去了一方城附近那裡吃東西 吃了一間日本的食物 叫做摩打食堂 那間食物其實都挺好吃的 吃了差不多二百多元 然後我就給了全數 但這個女生基本上連一腳多車都沒有 不過不要緊 第一次出來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然後我們就一起下酒 之後我又聘請了她喝酒 她同樣一句多謝都沒有 然後我上網翻查一下小龍師 到底大陸的女生 請了你吃東西 你一句多謝都沒有 或者香港的女生都會 裝一裝說我給你吧 但多數男生都說不用 還有我香港試過約一些女生出街 有一個女生真的很堅持要付錢 但大部分香港的女生都會裝一裝說我給你吧 或者說一說多謝 都會這樣 但大陸的女生我發覺是不會 我問其他朋友 其他朋友約大陸女生出街 都基本上不會說多謝 又不會說給你 我想小紅書翻查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大陸女生的心態就是 你約我出街 其實你都要聘請她 基本上 就算你不花時間追求我 你追求另一個 你都要用錢 你怎樣都要用錢 所以男生都給了應該 大陸女生就會有這樣的思維 不要緊 我都OK 沒問題 我之後再約了第二次出街 第二次出街 我跟他吃了海底撈 吃了差不多三百多元左右 他同樣都是一句多謝都沒有 還有我發覺大陸人 不知道為什麼 跟男生出街會穿得很誇張 他差不多是全身粉紅色 皮褲、皮裙 很誇張 即是你香港人未必接受到大陸女生 這麼誇張 我看到他穿得這麼誇張 完全不是太想跟他出街 不過都要做一場戲 就做一場戲完結 之後我都沒有再約他 因為我覺得他穿得太誇張 而且我不是太能接受到 這些大陸女生 是覺得男生給了一份 老房的心態 我講的可能是大陸某部份的女生 不是全部的女生 如果大家約大陸女生出街 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和大家同一個人出街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這個女生我看到他脾氣不太好 大家千萬不要選脾氣不太好的女生 否則將來真的有排理受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對上班的態度 我不是太喜歡 就是他上班其實是不想上班 同時又想多錢 同時又想多假期 因為他擔憂 他又想多假期去旅行 但他同時又想多錢 又不想上班 之後又很頹 整個能量給我感覺上是很灰 然後累積了就有點脾氣 但他還沒化在我身上 但他讓我感覺到他有點脾氣 我就不太喜歡他的能量 這麼負面 還有我覺得這個社會 雖然是男多女少 但我們男生 其實都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不一定要一美迎合 那個女生的需求 因為我每次和女生出街 其實都是覺得 我是自己選人 而不是別人選我 即是我要OK 才到他選不選我 是另一回事 但如果連我自己都不OK 我是不會選他 最後這條片 我想說 如果大家真的想回大陸 或深圳認識女生 首先大家要放下香港人的身段 因為有些人 以為自己香港人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我高級過你 這樣去認識別人 一定不會認識到任何人 因為別人都會感覺到 你好像很高鬥 別人都不想跟你聊天 第二件事 就是你不要抱著一個 想像喜愛夜店 我想一夜情 我想搏夜 我想打卡兩 這些心態 這些心態完全是不合理的 因為深圳的女生 經表上不會像香港的女生 去南桂坊玩得那麼放 她純粹只不過是上班的時候 沒有一些途徑認識異性朋友 才是想下夜場認識男性朋友 好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次又淺談了我自己的經歷和看法 這個是純粹分享 完全不是教學片段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些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G 留言告訴我 你認識大陸女性的經歷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